在我的2016年呢,我会比较travel多一点,去外面看一下外面的男生是怎样跳舞的,所以在2016年其实是蛮精彩,我去新加坡比赛,我非常忙,因为是我第一次去比英国比赛,因为它是超过300多个男生,也是超过10个国家的男生。 然后我在掌握场,我是全场第二次高分,其实我在今年的岳尾已经借了日本的job,跟japan foundation,所以我开始有一个international crew叫tokyogegege,所以他们明年会带我去很多国家继续表演,所以我可以趁表演的时候顺便比赛,顺便学习,顺便上课,所以明年的日子给我来说是更加丰富,更加满的日子。 我跳舞的故事其实也蛮丰富,之前跳舞是只是兴趣玩耍去跳,然后跳到为什么我会认真跳舞的原因就是因为本身,我本身的家庭其实是很破碎的,所以在我14、15岁的时候,我其实很想要自杀,我真的很想要闹这件事情,因为全家人都,哎呀总之很复杂,blablabla, 总之重点就是我想要吃药啦,穿了美美的衣服,素美美的头发,开去喜欢那个,然后我就吃了药,我就睡。睡了两天,我爸爸因为我生病叫我去吃八广。 因为那天是新年,然后第二次我回去房间的话,我决定我真的是要走,我真的要吃完整个药。 在我吃这个药的时候,我老师就MSM,我那时候是流行MSM。 他说,哎,不要忘记明天你在机场街啊,你有表演,不要忘记你的那个cosm要带着,我就想,哎,你看我明天有表演。 OK啦,这样我表演过后,我再进行这个东西啦。 哎,可是我问大家,我一上台表演很多粉丝的尖叫,我的男生的支持,那些。 我其实就是因为这些,我还活下来,我才去认真地去跳舞。如果没有跳舞这个东西,我是不会活到今天22岁的我。 That's why我在跳舞上表出很多成绩,其实是这个原因。 大家都对Vogue一看一眼就是,哦,一定是gay跳的东西嘛。 从以前,这个舞蹈真的是这样子born,因为gay没有工作做,被排斥。 所以开始去研究出来这一个叫Vogue的舞蹈。 我只是希望马来西亚,其实也是在慢慢地在进展这里,我也蛮开心的。 这一种gay的看法呢,我没有话说,我只可以在马来西亚慢慢再把它带上去,带上去。 慢慢开始不会觉得很gay,很,哦,那个一看眼就是gay,可是我们会把它展现到是一个艺术。 农历新年? 没有! 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很久了,我也没有回家。 因为,我其实知道他们爱我,我还没有准备好。 我要等到我更成功的时候,我还拿起那个面子回家。 所以在明年,那种年龄新年,我还是会继续努力地赚钱。 用我的才艺去告诉大家我是可以的。 那我就带着这个面子回家,告诉他们我做得到。 我想要告诉爸爸妈妈,其实不要怀疑我跳舞。 因为,其实因为有跳舞这东西,让我懂事,让我去孝顺。 因为跳舞,我想要把我的image固好。我想要做一个很好的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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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